泰国南部度假胜地包括了华新、普吉和东立福等地 在24小时之内接连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用来遥控引爆炸弹的手机内藏的SIM卡 竟然是来自我国 泰国警方说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 而是有人恶意破坏 泰南五个府多个热门旅游景点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接连发生至少11起炸弹爆炸案 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 根据泰国曼谷邮报引述消息指 发生炸弹袭击事件后 副首相普拉威在主持一个紧急安全会议时表示 袭击可能是反政府或意图破坏 全国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声誉的人士所为 警方也说事情和恐怖主义无关 而是恶意破坏 首相帕拉玉则指有人要挑起动乱 使国家陷入不安 此外曼谷邮报也引述泰国资讯科技部的消息指 经过该部门检视之后 发现用作引爆炸弹的手机 内藏的信卡是来自我国 而根据马新社的报道 泰国已经把有关重要证物交给大马警方要求协助调查 当局也发现连环袭击所使用的炸弹类似 而且和去年四面佛爆炸案一样 炸弹内藏有钢珠 加强杀伤力 在泰国政府表明袭击和政治因素有关后 前首相塔信已经低于时间 否认和爆炸有任何关系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承认发动连环袭击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极